嗨,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从上一次外玩代序的部分 也就是从COP封装以及有哪些原因会导致封装失效的异常状况 COP的全名是Chip on Plastic 这是一种将半导体晶片直接安装在柔性塑胶基板上的封装技术 这种技术的核心思想是透过减少晶片与基板之间的物理距离 实现更高效的信号传输 它还能够帮助实现更窄的边框设计 然而与传统的COG Chip on Glass和COF Chip on Film封装技术相比 COP的封装技术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首先由于塑胶基板的柔性特性 这种技术在硬力分布和热膨胀方面都相对更为复杂 当驱动IC的晶片被直接封装在塑胶基板上时 整个结构的稳定性受到更多的外部因素影响 这可能会导致元件的长期可靠性降低 除此之外呢 COP的封装过程中的任何微小的小瑕疵 例如不均匀的粘合或者是微小的空隙 都可能成为后续问题的潜在根源 了解了COP的封装技术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个 在AMOLED萤幕当中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 也就是驱动IC DDI Display Driver IC 在AMOLED的技术中 每个像素单元都是一个自发光的有机材料所组成 那这些材料在通电之后就会发出不同颜色的光 驱动IC是显示器的核心控制元件 DDI作为驱动IC的一部分 它负责处理来自主机板的数据信号 并将这些信号转化成为控制的指令 然后精确的传输到AMOLED的面板上 这样子才能够让每个像素 能够显示出正确的颜色和亮度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 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 都可能会导致显示异常 以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旅行问题为例 它可能就是由于DDI与AMOLED之间的信号 传输出现了问题 导致特定的区域的像素 未能够正确的显示出来 这些显示异常的背后 其实与COP封装技术的稳定性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尤其是当驱动IC跟DDI的运作 受到来自封装过程中的硬力的影响时 那么这些异常的状况就会更容易发生 对于COP封装技术来说 硬力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当手机使用时特别是在高温或低温的环境下 塑胶基板和晶片之间的热膨胀系数差异可能就会产生硬力 这些硬力如果得不到有效的释放 将引起封装材料的疲劳和损坏 热膨胀系数的缩写为CTE Coefficient of Thermal Expansion 例如当晶片的CTE值为低 封模材料的CTE值为高 只要封装布录在高温下时 晶片和磨锋材料的体积各别以不同程度的增加 这意味着磨锋材料比晶片膨胀的更多 相反的低温下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 磨锋材料比晶片收缩的更多 这种差异导致脱层 和裂缝 当硬力大于结合力时 就会从最脆弱的地方开始断裂 当磨锋材料吸收湿气 封装曝露于高温下时 水分就会转变成为水蒸气 这意味着液体的体积变成蒸气时增加了1000倍以上 最终会在晶片和磨锋材料之间的结合处 开始出现脱层或者是裂缝 若是在水时间的推移 并持续结合以上的两种硬力 最终无可避免的发生锈时的反应 进而导致不可逆的生成伤害 除此之外 当然还有其他种更多形式的硬力 会导致风装失效的异常 今天汁水会把温度跟湿气提出来跟大家讨论 因为我渐渐发现 其实滤线它不会是一个个案 于是我就开始去回想说 之前遇到滤线前后那段时间 滤线它出现了 它是有个进程的 就是某一次的更新之后 手机变得非常的烫 就是这边很烫 你滑你都觉得你的手指头会痛的那种烫 然后某一次充电的时候 Type-C充电的时候 它就冒出一个提醒的一个字窗 就是写说充电线受查 就有点莫名其妙 因为也没有碰水也没干嘛 那我就又放着又没有管它 有一次呢 就是手机突然莫名其妙的关机 没有画面 我不知道它是活的还是 就是我不知道它是开机还是关机 就是整个画面是黑的 然后我就上网查 人家就说摆着一两天 它自己可能就会活过来 然后我就放着 然后过两天果真 又可以开机又可以用了 就没事了 然后呢 过没多久就出现了绿线 好然后之后呢 就这条绿线就一直默默的用到 后来是几月的时候 新闻有报 然后后来就上网看 就有这个自救会 加入之后我才发现 有这么多人都遇到这样的问题 好那遇到这个绿线 我真的觉得太猫腻 就是太奇怪了 就是反而是比较新的手机 会发生脱胶跟绿线的状况 比较旧的手机 像之前的手机S4跟Note5 也都好好的 那S4例外啦 因为我把它拆开来 就是想看里面的那个排线的构造 不然它原本功能什么都是好好的 那再来就是Note5 9年前的手机 它的背盖也是黏得紧紧的 就是完全没有就是背盖脱胶的问题 那为什么反而是新的手机 比现在的手机会有背盖脱胶问题 想这个问题 我们就必须要去把时间轴子拉出来一次 我们来看一下这几支产品的时间线 2015年的Note5 它也是做前后盖 不能够拆开的 但是它的背胶呢 黏得到现在呢 都黏得好好的 那在2018、2020 这两支就是Note9跟Note20U 两个都脱胶 而且两个萤幕都有问题 中间就卡了一个Note7 就是电池有爆炸逆质 那我就回去看电池爆炸原因 那它有两个说法 第一个就是电池的设计的构造的缺陷 那另外一个就是它内部的空间预留不够 所以电池因为它挤压 所以它有导致一些薄膜短路之类的 但是手机里面本来就没有空间预留给电池 那我在想会不会是三星有没有可能 就是为了避免电池再发生任何的问题 所以在2017年之后的手机 背盖的风胶上面就选择了 预热它可能就会比较容易融化 然后背盖就比较容易打开 那相对电池就不会在里面挤压 就不会有危险 但是消费者不会知道 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它用什么胶 而且另外一个是平常我们都用手机一套 所以你不可能知道手机有脱胶这件事情 发现的时候都已经是萤幕出现问题的时候 打开看你才发现边边有缝隙 才知道手机脱胶 我又回去看三星的保护 上面写说受潮不属于保护范围之内 但是手机的背盖会脱胶 这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因为它是手机它不是蛤蜊 它不是蛤蜊遇到热就会打开 一般的鞋子穿个五六年 鞋子都黏得紧紧的 我不相信现在科技做不到 可以把背盖黏得好好的 所以背盖脱胶这件事情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有猫腻的地方 再加上那个时间点来看 刚好就在Note7之后 那我在想会不会是有可能就是三星为了避免 在发生类似像电池这样的问题 在怀疑说是不是为了电池上的安全 所以之后的背盖 就采用了比较粘性没那么强的胶 导致消费者用一用就脱胶 然后就受潮 热音力跟潮湿的音力 最后驱动IC跟DDI上面就出现问题 所以就出现一大堆绿线的灾气 在这支影片上线前 我一直问自己 除了分享对绿线的推论 个人的使用经验之外 我到底还能够再多做些什么 因为上一支的影片 能够拥有十万次的观看 对一个小频道而言 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所以我就在想 如果大家给了我这些流量 到底我还能够再做些什么 然后我听见了宇宙跟我说 于是我制作了一份部落的表单 来让大家来回报所遇到的绿线灾情 同时我会在每个月的第一天 与留言的字体蓝咒公布 或许在资本的世界 有利益就没有真相 但是相信透过这份表单 我们终将会离真相更进一步 因为结合我们彼此的力量之后 我们将不再是渺小的个体 现在请用力分享这份表单 给你周遭所有的亲朋好友 让数据说话 让你解释了 让你解释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